美国作为科学技术首屈一指的国家 各行各业都尽力做到全垄断 上至航天下至农业 即便是小小的一张纸 都能让美国赚得盆满钵满 你能想象吗 成本价钱20元的纸张 卖给我们最高可达3000元 为此中国一年要多花费几十亿 仅仅是因为只有美国掌握这项技术 更让人憋屈的是 中国即使面对美日的狮子大开口 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口 那到底是什么纸有这么大的本事 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委曲求全 受制于人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影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启风采 感受科技且魅力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这种纸有一个拗口的名字 名叫方香足聚心暗纤维 由于正如纸一样轻和薄 也被叫做方轮纸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重量轻 强度高 外表看起来只是薄薄的一张纤维 实际却有着优越的抗撕裂性 比钢铁还硬七倍 由于它有着金属蜂窝结构和线性大分子 轻件作用很强 所以绝大多数的化学世界都对它没有效用 防腐性也相当优越 同时它在空气中不会燃烧和融化 能在120摄氏度的环境中稳定放置超过1000小时 绝不导电 既环保又稳定 这些特性的存在让它广泛活跃在飞机 高铁 航母 火箭 这些尖端科技中 然而 中国在制造方轮纸的领域 起步很晚 直到2018年前都不具备独立制造的能力 美国杜邦公司是方轮纸的先驱 最早在1967年就开始运用 发展了半个世纪 在世界上占据着绝对领先地位 除此之外 日本的地人企业也不甘示弱 在杜邦占据了市场份额50%左右的前提下 地人抢占了20% 两者相加 说是垄断世界也不为过 由于忌惮那几年飞速发展的中国 两国严控方轮纸的对华出口 生怕中国的军工发展速度过快 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 那个时候 方轮纸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 性能比第一代高一倍还多 中国却只能进口最落后的第一代 由于性能不好 这些方轮纸往往只能用于民用的生产当中 甚至就连这些低级的方轮纸还要被限量 进口多少 那都是得看对方脸色的 实际在制造中用起来 也难免紧巴巴的 根本伸展不开手脚 当然更受限的 还是中国正长身体的各类尖端产业 比如说火箭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个登上太空的国家 可以说正在发展的机遇期 方轮纸用在火箭当中 质量轻 强度高 极大降低了火箭的重量 能节省大量燃料 有国外资料显示 在航空航天领域 每减轻一公斤的重量 那就意味着100万美元的成本的节省 它还能运用在高铁里 能够减少能耗和噪音 防弹衣 防弹头盔 这些装备也离不开方轮纸 它们耐高温 高强度 还能抗切割 而作为一种纤维 它也比钢铁更加柔软 使用起来体感更佳 在民用领域中 体育用彩 轮胎骨架 高强绳索 防切割手套 耐火防火服 也都有它活跃的身影 可以说工业中的防轮纸 就像机床里的润滑油 质量不高的润滑油 能用吗 能用 好用吗 不好用 像李迪不说 其他替代品 还可能导致终端产品 出现质量问题 中国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也多次将防轮纸的制造 加入关键的扶持政策当中 但是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掌握防轮纸技术的 却只有美日俄等寥寥几国 因此 中国的研制之路 注定是坎坷的 虽然我们缺乏的基础 并不是一天就能补全的 但好在 中国却有多名造纸领域的科研人员 以年尾单位 一代接一代的激励 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最终研发出了属于中国的方轮纸 小编第一位要提到的 是天津科技大学毕业的张美云博士 他从小就对造纸有着浓厚的兴趣 多次拒绝了国外生来的橄榄枝 选择留在国内深造 他的一生不是奔波在造纸车间 就是在教室 通过悉心的经验传授 在这里诞生了一批同领域的人才 他还带领着高性能纤维纸基功能材料团队 花十年时间申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最后他通过六部主编出版的专著 20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以及40多件国家发明专利 为中国方轮纸的出现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践行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朴实真理 如果说张美云博士是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地基 那么第二位则就是技术和管理的专家 他就是华南理工大学的胡建教授 2009年 胡建教授建立了专门的资深专家组 目标也很明确 中国人必须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 埋头苦干十年 这个最初摸不着头绪的团队 通过上千张图纸的绘制 和在实验室的日夜耕耘 研发出了中国自己的方轮纸 一举越过了第一代 第二代直逼性能最高的第三代 打破了美国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当然仅仅研究出来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让中国方轮纸走出实验室 走进生产车间 这样才能让它融合进中国的 军民重大专项等中 成为国家的助力 于是胡建的团队和中国中车集团 开始了合作 但是方轮纸这东西 对于国内来说是个新东西 如何分配制造 如何入股 如何将其作为国有资产来评估 一切都没有潜力 在管理和投产方面 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好在胡建教授的团队和中国中车集团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为国助力 方轮纸技术的入股价 谈资了6684万元 中车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研究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 十几年的苦干 数不清的科学家贡献青春 终于让中国的方轮纸正式落实生产 如今天宫二号和协号高铁当中 都有中国自研方轮纸的身影 它彻底扭转了中国方轮纸受制于人的局面 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除美国、荷兰、日本、俄罗斯以外 第五个拥有自研方轮纸的国家 现在作为我们国家的朝阳产业 它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 尤其是其中的方轮1313 作为高品种功能性纤维的一种 目前国内产能甚至已经超过了需求量 将来我们或许还能从原来的方轮纸进口大国 一转公式变为出口国 可惜的是中国的方轮纸1414供应依旧偏少 尚需要依赖进口 因此我们也还不能过于自傲 在技术的追求上 永远不能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终点 但无论如何 国产方轮纸的问世 意味着我们每年可以省下至少十亿元的资金 也不需要再看国外的脸色形式 中国可以挺起胸膛 自豪的宣布 在中国人的毅力面前 你现在或许可以卡我们脖子 但未来绝不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知道有哪些中国曾被卡过脖子的东西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